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不会让人意外 随着市联赛的日益临近 中国女排的新阵容也呼之欲出 00后恐怕会成为生力军 在国际赛场再次掀起青春风暴 当下 蔡斌正带领20位球员在福建漳州积极备战 对于这次的市联赛 中国女排的目标很简单 也很明确 那就是练兵 在目前20位参训球员中 有6位00后的存在 他们也将跟随蔡斌踏上市联赛赛程 这6位00后 分别是李盈盈 吴孟杰 妙一文 倪飞凡 王一凡和王一竹 李盈盈是这批00后球员里的顶梁柱 也是新一届中国女排的核心 虽然她不是年龄最大 资历最深的一位 但她的作用却是无人能及 所以她将领衔出战市联赛 对于李盈盈而言 市联赛将是她首次以主力身份 帮助中国女排出战国际大赛 这也将考验她的核心领导能力 国内联赛中 李盈盈的进攻 逸传和防守都已是天花板级别的人物 但由于上周期一直都是替补 所以国际赛场上的表现如何 还是让人不免有些担心 市联赛将是最佳的检验场所 吴孟杰 王一凡和王一竹都是00后的主攻 尤其王一凡更是05后球员 他们三个也将轮番担任李盈盈对角主攻的位置 携手两名终生代主攻王云露和金叶 补齐朱婷和张长宁离队后的空缺 对于这三位球员来说 市联赛将是他们能否站稳国家队的重要赛事 现在主攻线人数众多 若是以后朱婷张长宁回归的话 更是人满为患 所以 三位00后主攻要想继续留在国家队 出战市井赛或亚运会 就必须要在市联赛上发挥出自己的全部水平 吴孟杰的进攻在国际比赛中能否下球 王一凡的一传和防守能否顶住高质量的发球 王一竹在经过上周期培养后 是否还具备继续培养的潜力 这些都将从市联赛中得到验证 妙依文是00后接应 他是首次进入女排国家队 将和陈佩妍 龚翔宇一起撑起二号位的进攻 从类型来看 妙依文和龚翔宇颇颇为类似 都是具有遗传能力和一定强攻能力的球员 市联赛也将是妙依文出战的首相国际赛事 蔡斌将对他的进攻能力 遗传能力进行全方位考察 以确定到底是使用陈佩妍 还是使用妙依文 尼飞凡是球迷颇为看重的00后自由人 随着林立和王梦杰的缺席 尼飞凡极有可能成为球队主力 对于尼飞凡而言 是联赛将是他证明自己的最佳机会 目前 尼飞凡陷入了不会接大力跳发球的质疑当中 要想打破这个质疑 就只能接好大力跳发球 要说哪里的跳发最具威胁 肯定是是联赛上的那些欧美盟女们 按照蔡斌所言的锻炼队伍为前提 中国女排估计会在三战比赛中使用常见的车轮战术 也就是一拨人打一战比赛 一战比赛后换另一拨人 这样既可能锻炼到所有队员 也可以让队员有充分的休息时间 避免周车劳顿 期待 在即将到来的试联赛中 女排姑娘们能够通过积极训练 补足短板 再创佳绩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